音樂也是時間芸術,所以時間的流程也有,但這也不一定是一致的 所以,音樂的時間流程中心地去頑固, 就這樣做了,即使會發生了 文字凝固定義,音樂流轉時間,時間產生節奏,音符連成旋律, 調性決定情緒,情緒喚起共鳴,指間輕浮情建,樂譜書寫生命, 他以音符侵略聽覺神經,配樂演技東西河畢,他是日本最帥作曲家版本隆一 哈囉大家好,我是好文,聖誕節快到了,不曉得大家內心會想起什麼樣的音樂呢? 對我而言就是版本隆一的 Mr. Rowland 音樂就一如繪畫料理,都必須擁有強烈的個人特色 版本隆一的樂風融合古今東西 這一切都源自於他豐富的生命體驗 版本隆一的音樂聽起來就是很版本隆一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起來版本隆一吧 1951年版本隆一出生於東京中野區 雖然他的父親在出版社當編輯 還幫三島遊記夫出版了假面的告白 但是收入沒有特別高 母親是設計師同時也熱愛音樂 父親對文字的執著 母親對藝術的熱衷 在他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 他和音樂的緣分的源自於幼稚園 老師要他們養小兔子 並且要求他們把養兔子的心得 譜成樂曲 就這樣版本隆一在1955年他四歲的時候 創作他第一首樂曲叫做小兔之歌 到小學五年級的時候 他的鋼琴老師要他去學作曲 然而他心想說我家裡也不是很有錢 如果同時學作曲和鋼琴呢 那對於家裡是一筆沉重的開支 但是他的鋼琴老師堅持說服全家人 版本隆一的父親曾經是日本軍人 講話都是軍人的命令式語氣 因此他很少主動和父親開口說話 請問如此父親還是默默的支持著他 這就是傳統日式的父愛 所以家裡都那麼支持他 版本隆一升上國中以後 完全沒有辜負家裡的期待 他放棄了鋼琴也放棄了作曲 他跑去幹嘛呢 他跑去當灌籃高手啊 為什麼呢 因為版本隆一覺得彈琴把不到妹 要打籃球才能吸引妹子的目光 儘管父母老師都反對他當灌籃高手 版本隆一還是義無反故地加入籃球社 長達三個半月不彈琴不作曲 他慢慢感受到內心有一種空洞 空空的 好像拼圖少了一塊 好像少了很多東西 後來發現這種空洞的感覺 來自於他放棄的音樂 於是他向籃球社的學長 表示要退色 還被學長扯頭髮揍了一頓 版本隆一就像三井獸一樣 像作曲老師求情說想回去彈鋼琴 浪子回頭的版本隆一 從此專注在作曲上面 他有多專注呢 版本隆一很喜歡德布希 喜歡他認定我就是德布希轉世 國中的他常常質疑自己 我明明是德布希啊 我為什麼講著日文而不是法文 我為什麼住在日本 他瘋狂迷戀著德布希 學他寫字學他簽名 在筆記本上面寫了好幾頁的簽名 德布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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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德布希 青春時期的他身邊都沒有人聽德布希 他只能一個人聽著德布希的樂曲 看著樂服 思考德布希為什麼在這個音符下面 用這個音符呢 他在心中和德布希音樂對話 本本隆一到國三的時候 想要考東京的新宿高中 原因是他們班上有個正妹的哥哥 就念那邊 他覺得他哥哥穿著學校的制服 還有那個帽子很帥 但新宿高中的排名其實很高 當時他的班導師跟他說 你應該考不上吧 本隆一後來就被計畫機到 認真K書一個月然後就考上 那時候班導師就一臉驚訝 說你居然考得上 他就被班導說 我不是跟你說我考得上 後來本本隆一回憶當時 他不應該去考新宿高中 而是去念另外一件居場高中 因為女學生的比例是四分之三 他身上高一的時候 有學姐向班本隆一告白 但是班本隆一拒絕了他 後來學姐就自殺了 這件事情對他的影響很大 那到高二的時候 他短暫交了一個女朋友 後來分手 高三時班本隆一已經都不去學校上課 他都泡在學校附近的咖啡店 因為那邊會有其他學校的妹子來喝咖啡 班本隆一搭訕妹子的時候 就會裝出一副很成熟的樣子 向妹子評論反對越戰的觀點 並且邀妹子去參加學運遊行 在遊行的時候 體貼保護妹子 獲得妹子的好感 聽到這邊 我們會發現 而且版本隆一在青春時期 整個腦子裡面都是女人 但是他在高一時候的作曲實力程度 其實就可以考上東京藝術大學作曲系 所以畢業後 他就順利升學了 當隆一在大三的時候 結婚還生了小孩 但是後來又離婚 面對生活的種種經濟壓力 他曾經去當過出工 也去西餐廳彈鋼琴打工 本隆一從來就不認為自己 只能走音樂這條路 他常常說如果不作曲的話 他可能會去拍電影 或者是玩樂團 然後他就加入了我愛某黃色魔術交響樂團 這個創立於1978年的電子搖滾樂團 以東方的魔術電子樂風 席捲了歐美國家 在世界巡迴演唱會常常都爆滿 這是一場以音樂進行的復仇 在1983年 好倫出生的那一年 版本隆一在大島主指導的電影 俘儒 也就是Merry Christmas Mr. Lawrence 他飾演了日本軍的影長 在這部電影裡面 除了可以看到超年輕的畢業舞 最精彩的就是 版本隆一和搖滾巨星Devitt Bowie 那場超越性別與戰爭的競技之列 戰爭的本質是無情的 軍人只是國家機器底下可氣製的棋子 人是有感情的 而隆一在戲中 作為日本的高級軍官 必須在士兵面前展現至高的權威 不然有誰會聽他的命令 然而最諷刺的是 讓他有戀愛感覺的人 是一個男人 而且是敵方的戰俘 電影的主題曲 就在詮釋這種矛盾與衝突的情感 最後他只能眼睜睜看著 David Bowie死去 他能夠做什麼呢? 只能一連冷酷 若無其事地走向他 可以斷他的頭髮 把這段感情 珍藏在心中 1987年版本容易在末代皇帝裡 飾演監控普怡的日本軍官干破正眼 導演貝多魯奇拍片拍到一半的時候 展現他意大利人隨性的浪漫 維大利意大利 突然對版本說 嘿你不是會作曲嗎? 其實當時有很多人向貝多魯奇導演 爭取為這部電影配樂 但是貝多魯奇就是要求 版本容易來作曲 版本容易說 嗯...OK啊 如果要作曲的話 你至少給我一台鋼琴嘛 後來貝多魯奇就向滿洲國電影協會 弄來一台音完全不準的鋼琴 版本容易說當時在作曲的時候 可以感受到一種現實與虛構的交錯 電影是虛構的 然而這台走音的鋼琴是在當時留下來的 彷彿溥儀和日本軍官的亡靈都還被囚禁在裡面 他幻想著溥儀當時登機的時候 現場會是演奏什麼樣的音樂呢? 於是夾雜著中國、日本、西方、樂風的旋律 透過這台走音的鋼琴 讓全世界都聽到這首獲得奧斯卡最佳配樂的曲 在末代皇帝電影幕後還有一些小插曲 原本日軍戰敗後電影是安排乾破爭眼切腹自殺 但是對日本人而言切腹是一件很恥辱的事情 反本容易覺得這實在是對日本人的刻板印象 覺得很恥辱 所以就算是面對國際大導演 反本容易跟他說 要選擇切腹還是選擇我 如果你選擇切腹 我立刻回日本 那導演看到他這麼堅持 後來才改成舉槍自盡 各位如果你是版本容易的話 你也會堅持嗎? 台灣藥品廣告的歌大概都想 乾毛用屍屍 不然就Holoshu Genribo 但是日本三共制藥EB定 在1998年就請版本容易配樂 Energy Flow這首廣告曲 在日本銷量竟然突破百萬張 而且有人說音樂療效好像比那個藥好 那這首曲子他竟然只花了五分鐘就寫好 完全是從內心流出來的旋律 版本容易在自傳裡回憶到 他越努力想要寫出流行熱賣的曲子 通常結果就越糟 除了音樂以外 版本容易內心還有著強烈的人道主義關懷的精神 三一海嘯後 他到東北地區為災民演奏 面對最近疫情隔離帶來的寂寞疏離感 他舉辦線上音樂會 以音符讓大家學會 如何一個人在家裡享受孤獨 他的訂閱目前在7萬多 大家記得幫版本容易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我在寫這部影片腳本的時候 聽的就是版本容易的線上演奏會 音樂真的是內心很私密的一件事情 音樂必須流動在時間裡 每一個音符都活在瞬間的當下 就連休止符的空白也帶著時間 音樂也是更高維度的語言 本身上又有比文字更高的精神秩序 為什麼當我們失戀心碎的時候 朋友叫我們想開點 我們內心會覺得說 想開點根本不瞭解我吧 有時候反而是一首悲傷的情歌 你聽哭了 讓我們以流淚的方式來撫慰自己 於是我們就以非理性的方式 感覺被治癒了 人生不會只有快樂的C大調 有時候甜美哀傷的情緒 就像音樂一樣 反而更觸動人心 在好輪的幸福外賓團裡面 常常有會員跟我分享 人生的喜怒哀樂 有的人在感情裡受挫 經歷失敗的婚姻 有的人不只想交女友 也想交朋友 有的人迷茫自己的人生規劃 有時候我常常在想 這三年來不間斷的創作是為什麼 好像是為了救贖過去的自己 幼稚、愚蠢、衝動、脆弱的自己 過去已經過去了 那些錯誤那些眼淚都成為事實了 但是我可以把經驗變成心法 加上內化框架的套路話術 絕對可以幫助各位少走錯誤的路 人生沒有時光機 但是好輪的幸福外賓法 是紅色藥丸的販賣機 只要你註冊隨時可上課 請看備註欄 感謝各位 又看完幾生日本 愛各位 掰掰 skills 什麼